今天我们就来看 大老虎跟小老鼠就是一对好朋友 就是一对好朋友 来 我们来看 这是一本绘本 首先 这个绘本的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 来写的 是以小老鼠的角度 所有文章里的 我就是指小老鼠 他就是指大老虎 来看他们两个发生了什么 虽然每天玩得很开心 但是我也有讨厌他的时候 我 老鼠 他 老虎 为什么讨厌他呢 我们看他们都玩什么 周一 你们看他们在玩什么 警察抓小偷 警察抓小偷 还有没有 好 所以我问个问题了 真正如果在故事里老鼠怎么想的 你知道吗 如果不写出来你知道吗 知道 你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是怎么样 想的 想的东西我问你 看得见吗 摸得到吗 摸得到 听得见吗 听得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心理想的 他不是嘴说 心理想的 心理想的在哪发生的 心理 心有多大 来 把手伸出来 你比一下 心有多大 每个人都比一下 我看你 我看你的心有多大 刚才你这 脑袋那么大了 怎么想的 心有这么大 那心灵有多大 心脏是这么大 对吧 那心灵有多大 我问你们 心灵大 还是大海的 心灵大 确定 觉得心灵大的 举手 就大海大的举手 好 你觉得天空大 还是 心灵大 天空大的举手 心灵大的举手 你们觉得心灵那么大呢 于是 就有一句名言了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广阔的是 人的什么呀 心灵 这句话是 法国作家 余果说的 非常有力 来 把这句话记下来 并且今天要求 把这句名言名 名言名就要背下来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广阔的是 人的心灵 感谢您的心灵 比海洋更广阔的 感谢您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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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背下来这句话 我哪天抽查 我哪天抽查 你一写上就可以了 选了吗 法是什么意思 法国 渔果是什么意思 女人 哪国人 法国 想了吗 画了个小人 来 假设这个小人 如果让我们在写人的时候 假设在写作文的时候 说让你来写 他长得什么样 外貌 不管你写得好与坏 你说能不能写出来吧 能 对吧 如果来让你写他说了什么话 能 能不能写出来 能不能 能 好 如果让你写他做了哪些动作 能不能写出来 如果让你写他心里想了什么 写手 写手 能 能吗 能 好 你猜一下我心里在想什么 没有 为什么能 能吗 你猜 为什么能 我知道 你要猜不准的话 我就把自文自身往上告 行 为什么 老师 我这应该 我在想 为什么你那么多 为什么 好 那我们说人的心里描写 其实是很难写出来的 但如果写自己的 好写吗 好写 写你自己的好写吗 好写 所以说今天我们其实我们学的是心里描写 来学心里描写怎么写 我们学三个 我们分为三个等 等级来写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来 心里描写就是对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进行描写 你可以写自己的 有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猜 比如说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创造了一个人物 或者比如你写的妈妈 你可以说妈妈怎么怎么样想 来我们来看 第一个方法 自言自语 第一个方法 一叫做内心独白法 什么叫做内心独白呢 就是自言自语 自己说什么你就写出来就好了 最简单的 找同学来读一下 这些有真正的 如果在真实中有发出声吗 没有 就是内心中跟自己说了什么就写出来 对吧 好 我们最后再来告诉你 到底心里描写是干什么用的啊 来看常用的词语 想 想到 想起 感到 觉得 认为 回忆 思索 自言自语 都可以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好 我们下面 直接就啊 练一个 然后再告诉你 心里描写的 到底是干嘛用的 我现在给你设定场景 你只需写一句到两句就可以 多了不要求写 在哪写 在你的笔记上 不要说话了啊 不要说话 听着 练习是这么练习的 场景给你设置在 有一天早晨 你一睁眼睛 刚起床 看一下你家闹钟 八点五十了 突然想起来 九点钟高思维考试了 别动啊 谁不许说 这个时候 你内心中说了什么 对自己说了什么 内心中是怎么想的 你就写出来 一两句到三句 开始 心里描写是你当时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最直接的一个想法 心里描写能不能把一个人的人物性格展现出来了 你们觉得 我们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的学生面对他的时候 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第一种 天00地00 再让考试的时间过慢点 千万不要让我的考试不及格啊 神仙保佑啊 祈祷型 胡思乱象型 零考试了不想别的 在那天00地00的 人物性格 接着 我需要快一点了 要不九点就进不去了 我都会太慢 我还怎么考试也好 这是行动型 还有快一点了 接着 快起床呀 不好了 妈 怎么不叫我起床呀 真讨厌 依赖父母型 这就是人物性格 通过心理来描写出来了啊 我一定要八点五十五到场 天神 救救我吧 要不然我就不能考试了 救救我吧 一个类型的 太晚了 太晚了 我还没有吃早饭 还要坐车去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马上要考试了 我还没 我还没换 还没换衣服呢 手足无测性 这时候还不忘了吃 天啊 来不及考试了 要是能有一分钟 就到学校的车就好了 幻象性 我的老天啊 不吃早饭了 开车开车 一定要认真认真 再认真 还不报了 开车安全性 看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是不是人物性格的展现 快点快点 脸用毛巾一擦 拿起书包往处走 你这写动作描写了 你应该是心理描写 但是它是行动型的 我不停地有天啊地啊 千万别知道 老师呀 把时间往后延长一点 保佑我吧 这又是一个幻象 我的妈呀 都八点五十了 九点高斯杯了 我没吃早饭呢 而且到高斯 还有十分钟 就知道吃 判卷人 请不要给我不及格呀 我下次一定定好闹钟 不睡懒觉了 你就下次七点到 你该不及格 还不及格呀 时间倒流吧 多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让我去考高斯 又是一个幻象型 你会发现 这就是绝大所有班机 都能总结出来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幻象型 天啊地啊 什么一分钟啊 飞机啊 然后第二种的 依赖妈妈型 妈妈 怎么不叫我起床 每个班都有 往往全都是女同学 第三种 手足无缩形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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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写 心理描写 通过心理描写 是不是把一个人物的性格 特点展现出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心理描写的作用 通过你说了什么 你心里是想了什么 而把你的性格特点展现出来 你看看 我就了解了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幻觉法 什么叫幻觉法 来 如果有一天 老师发试卷了 发到了你的一张试卷 是这样的一张试卷 哇 这么大 不是这么小 你的试卷上面都是 哇呀 这是幻觉 幻觉 不是幻觉 这是真的 这是某某某 还是叉叉叉的 零分 会不会产生幻觉 如果你真的发现了一张试卷了 有 你会产生什么幻觉 再加上一个零和一个音 叫白日做梦 你会产生什么幻觉 就觉得那个才全是好了 判错 判错啊 没判错 就是老师就是这张试卷发给你 留一天你就是考了零分 幻觉就仿佛已经打开打了是吗 还有没有别的幻觉 可能觉得 可能觉得他是看错了 没看错 你揉揉眼睛发现就是零分 他可能是 没有那么多可能 你就靠了零分 你就是你们班道理名 什么幻觉 是不是挨打了 没挨打呢 但是不是你仿佛已经挨到打了 这就叫幻觉 看 我好像看见满是卷鲜红的叉 组成一张巨大的网 向我卷来 把我网注视 我不能动弹 不能挣扎 我又仿佛看到了老师满面的怒容 又听到了父母失望的叹息声 这些都没发生 但是不是把你当时的心情 当时的心理 用幻觉表现出来了 刚才我们学的是最简单的幻觉 不是 最简单的心理描写 就是想什么 写什么 对吧 那是最简单的心理描写 那么我把它生一个层次 仿佛产生了幻觉 我再给你们练一个 给你换一张试卷 看你会产生什么 你会产生什么幻觉 这不是真好了 可跟你兴奋的 好 如果看到这张试卷 你会产生什么幻觉 仿照他来写 他是 这个段发现的是 叉叉叉组型向往 那么勾向什么 你就要仿佛看见了什么 仿佛听到了什么 我仿佛看见了 向你拍来 欢乐的海洋 我又仿佛看到了 你又仿佛听到了什么呀 我又仿佛 我又仿佛看到了 有现在的三年级 他们曾经有一个 也是二年级的 他说过一个特别美的句子 他说是波浪 他说我仿佛看到了 一个个鲜红的对号 组成了波浪 然后向我飘来 然后波浪上面是一艘船 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了 船上我仿佛看到有人 妈妈在向我挥手 老师在对我微笑 他把这个一百分写成了船 是不是很美 好 对号还像什么 你觉得 什么 像一个个威 这个你看他是把插 像成网 把你的心情 微笑很好 微笑有一个 还有没有 你说到威 我突然想到像不像这个 还有没有 还能像什么 耳朵 一个个耳朵飞过来了 这个有点恐怖 就给有的班的同学说的 想一把把镰刀飞向了我 觉得还像什么 这枪 怎么不把你打成马蜂窝呢 还像什么 微笑有了 夜有了 对吧 波浪有了 能 回旋标 你扎你一次还不够 不是 老师我说你父母跟我玩回旋标 你仿佛父母跟你玩这么多回旋标啊 满屋的回旋标 能不能看成鲜花 不能 不能 不能吗 我就把它看成一朵朵鲜花 行 这就是不是把你心理反映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是已经更高层次的一个心理描写了 我们再来公布答案 答案就是 老虎 还是先不告诉你 来看 看后面的 我们看这幅图啊 仔细观察这幅图 这幅图 你发现后面的图带给你什么感觉 特别荒凉 哎 不错这个作用的 特别孤单 特别孤单 从图你能看出来吗 能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小老鼠心情是什么样的 难过 伤心 对吧 所以说后面这幅图你说画个彩虹 来朵红花 跑出一只小鸡 所以说 这就是他后面的环境就把他的心理表现出来了 那么 能不能说用环境来把一个人的心理描写展现出来呢 这是最高的一个层次 其实你们能够学到的 来 我来画幅画啊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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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马路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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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乌龟 汽车 下面我要画我从小最拿手的一样东西了 从小一 美术老师就表演我画上最漂亮的太阳 好 这样东西啊 还是不错的 能够看出来 来啊 有一 小鸟没眼睛 哈哈哈哈 没50 小鸟没眼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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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是不变的 有一天 有一位同学出现了 哎呀 你们 有一天你回家 看啊 东西是不变的啊 我们变一下什么 变一下你的心情 第一天你回家的时候 你考了一百分 听着啊 你考了一百分 全班只有你一个人考了一百分 其他同学都是二十分 你考了一百分 好 问个问题 听着啊 想想啊 这个时候你是一百分 全班就你一个考了一百分啊 回家的路上 先是路过了柳树 柳枝啊 不小心碰了一下你的脸 什么感觉 觉得舒服 你考了一百分 妈妈会晒你耳光 哎呦又轻轻摸着我 哎呦又轻轻摸着了 舒服 这个时候一百分啊 全班就我一个 走着走着 小鸟叫了 唱出欢快的歌 这一会儿都是妈妈 好 音乐 美 汽车 灯灯灯 鸣笔呢 什么声音感觉 舒服 都是因为这一百分 阳光照在你身上 舒服 舒服 温暖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百分 好换一下第二天 全班 不能不能考那么少 全班都可一百分 你考两分 同样四样东西回家 柳枝碰了一下你的脸 妈妈的耳朵 妈妈的耳朵 耳朵 什么感觉 耳朵 爸爸的耳朵 好 小鸟叫了 别吵叫他 吵笑你 批评你 讽刺 讽刺你好 老师批评你 好 太阳又照在你身上 热辣辣的 什么感觉 热辣辣的 热 难受 好 回来 其实把它擦了 东西变了吗 没有 变的是什么呀 心情 所以说你看 如果我们按照刚才你们那么写 你们从头到尾 没有写自己的一句心情 你不用写 你没有必要直接说 我开心 我不开心 你通过环境写出来 比你直接写 是不是要美的更多 是不是 我写 就是心情愉悦嘛 小鸟叫的真好听 仿佛在对我说着什么 汽车真好听 好像在 都在摁 像是在交响曲 阳光照到我上 抚摸着我 这都是 春风也抚摸着我 愉快的心情 心里一下子写 一下子就有了 你没有必要去写 我今天很开心回家了 是不是 我说差很多呀 好 不开心的时候 走到哪都是烦 闹心 是不是这种感觉 这就叫 环境哄脱法 把我的心情 用环境写出来 大家读没读出来 这个现在这个人 什么心情 特别烦 特别激动 什么 特别猛 特别猛 是吗 紧张 紧张一下就看出来了 铁银沉沉的 震震冷风 然后 就听见教室里 在发试卷 没发到他这儿呢 发试卷 什么感觉 哗啦 平时哗啦 也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你很紧张 哗啦 原来别人输到地上了 吓一跳 紧张的心情 又表现出来了 所以说 看 这幅图是不是 也是又在用环境 来烘托他的内心的 这种伤心 以及他的孤独 那么 老虎 是真的回来找他了 找他做什么呢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下面的摄像 就是应该是你来写的 拿出色纹纸 来 题目 面包圈怎么分 题目 是面包圈怎么分 接着 要求 动作描写 加心理描写 重点是心理描写 一定要有 刚才那三个方法 第一种是最直接的 内心独白 想什么写什么 最简单 第二种你可以写 幻觉 哦 没有看错吧 或者怎么样 第三种 把环境写出来 开头给你了 一天 结尾也给你 小老鼠实现了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你来写 你来创造这个故事 然后 最后最后 我们再来告诉你真正的结尾 看 你想的 跟作者想的 一不一样 来 要求字数 200字 我们今天把这本书看一下 看你们猜的结尾跟作者写的一不一样 来 小老鼠和大老虎的绘本 电子版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封屏 第一页 我是一只小老鼠看见了吧 一只很小的小老鼠 我身后那个又高又壮的家伙是大老虎 我们俩是好朋友 可是怎么说呢 我们之间还是有一点问题 绘本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图 每一幅图都给你留下了一个悬念 来 这幅图 有什么悬念 我找位同学上上面来 来 上这站上来 面向大家 假设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们先学他们的站法 插着腰 摸着头 你们觉得好朋友是这么站的吗 老师您还站着呢 对吧 好朋友可能是这样站的 对吧 你别掐腰了 可能是这样站的 可能是我们两个互相抱着 但是 来 回去 演完小老鼠了 这幅图就给你告诉你了 从第一幅图开始 他们两个站着就有问题 接着 每次玩西部牛仔的游戏 大老虎总是当好人 我总是当坏人 大老虎说 好人最后总是会赢的 哎 我能说什么呢 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 这是他的什么呀 心理 很好 接着 每次分前面圈 大老鼠 不是 大老虎分到那块总是比我的大 再来看图 这幅图 谁拿着盘子 大老虎 大老虎对吧 你看小老鼠什么表情 那个傻傻傻的望着 傻傻的望着 因为没分呢 对吗 接着 大老虎说 这样分才对嘛 哎 我能说什么呢 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 又是这句话 又是什么呀 心理 接着 每次看到想要的花 大老虎总是命令我跳下去踩给它 然后它又该说什么了 小老鼠 哎 我能说什么呢 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 对了 好美的花 我能说什么呢 我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老鼠 接着 来看这个 有一个细节啊 大老虎往前走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像绅士 绅士这么走到 然后是这样 看好了啊 你把这一个图记住 接着来看 有一天我用积木搭了座城堡 这是我搭过的最大的一座城堡 这个我们看过了对吧 空手道 这是谁来着 细节 小老鼠 批翻 我们也说了对吧 这块看过了 这里也看过了 我好生气好伤心啊 其实我更多的是害怕 以前我哪敢这样对大老虎大喊大家 只是这一次 大老虎做的怎么样 太过分了 大老虎找到我了 我的心吓得咚咚直跳 完了 这下他会像踢飞我的城堡一样 一脚把我踢飞 走开 我冲他叫起来 我才不怕你呢 别过来 原来大老虎来打他的 奇怪的是大老虎并没有踢我 原来他重新搭好了我的城堡 真的 可是我告诉他 我还是不想跟你做好朋友 来看 细节来了 城堡换成谁了 小士兵 叫老虎了 换成老虎来守卫了 看到了吗 从老鼠到老虎的转变 这是一个细节 接着 大老虎说玩玩西部牛仔啊 这样吧 你当好人 我当坏人 我终于可以当好人 可是我告诉他 我还是不想跟你当好朋友 再接着 大老虎又说 吃不吃甜面圈呀 再来看图费 有对比了 谁切了现在是 小老鼠来切了对吧 这样吧 你吃大的 我吃小的 我终于可以吃到大的那块了 可是我告诉他 我还是不想跟你当好朋友 到底想干嘛呢 人家都已经这样了 接着 最后大老虎说 要不要花啊 这样吧 我下去就给你摘 好 我随手指一朵 他蹦跳下去了 嗯 可能吧 我可能会跟你做好朋友 不过只是有可能 来看这幅图 前面记不记得 老虎拿到花是什么样来着 觉得就这样 应该的 你看老鼠拿到花以后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是藏在胸前 他觉得很珍惜 两幅的对比 看出来了吧 那么 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当好朋友呢 会 会了 对吧 但是 如果就这样当成好朋友 还是不对 现在反过来是老鼠欺负老虎了 朋友之间是应该一定是谁欺负谁吗 应该什么才叫朋友 互相帮助 平等 对吧 好 所以这么发展还是不对 那么故事的发展就是 从那天起 我们又高高兴兴在一起玩了 有时候我当好人 有时候他当好人 有时候我去摘花 有时候他去 对了 是前面圈石 我们一人一半 真是太好了 来看这幅图 要跟前面的对比 前面的那幅图是这样的 有印象吗 去吧 前面的那幅图是这样站着的 好 友情发生变化了 停等了 可是 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故事就是这样 绘本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到结尾 永远不告诉你结尾 你去想象 你去猜 结尾就是 又来了一个 更高更壮的家伙 天哪 结束了故事 让你留给你一个想象的空间 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你们猜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不要说出来 图中有一个细节 看到的你就举手 抓到那个细节 你就能够猜到后面 故事会怎么发展 不要说 看到的你就举手 看完的你就举 现在我就看 到底谁能不能看到 有一个细节 那个细节告诉你 故事会怎么发展 找同学说 什么 那个面包圈一个比一个大 这就在这儿呢 面包圈 他给他们两个分的 也是很小 所以说来的这一个 是一个又会欺负他们的人 所以后面的故事发展什么 就靠你来想象了 所以说汇本到这 他给你停了 你去想吧 你要觉得永远结束不了 你就永远都结束不了 故事到这儿 没有了 我们今天小老鼠的梦想 也讲完了 今天的作业是 第一个 作文 有同学没写完 没写完结尾 不要着急结尾 你可以接着往下写 也不用去模仿它 就是按照你的想象力去展开 要写这个 第二个 由于是现实作文 肯定会影响你的一些发挥 有些语句还不是很通顺 回去以后你可以简单的修改一下 第三个 出现拼音的同学 怎么办 对 回去自己查字典 不许问爸爸 不许问妈妈 一定要亲自查字典 把这些字解决掉 下节课 教这篇作文 然后 你去想后面会发生什么故事 不用留这个作业 自己思考就可以 好 我们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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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